看来简单一锅汤 是用老母鸡 牛大骨 苹果 胡萝卜等 熬煮八个小时的精华 数十年熬一锅 康乐煎牛肉汤获选比比登店家 应该开心放鞭炮 但老板被操到想好好放个长假 一对老夫妻生意突然抱好泪翻 顾客朝圣的比比登 成为压垮老板的那根筋稻草 说要退休来真的 贴出顶让消息 韬客大喊母堂 老爸来真的 顶让消息一出 女儿媳妇马上回应 使不得把老店拱手让出去 有意继续接手帮忙 让在地三十年的名店继续飘香 但有的老店还在烦恼没接班人 有的因为物价上涨 疫情影响传统老店 有的因为忙不过来 萌生退役 老店招牌面临席灯 老主顾惋惜 但没人接手 也只能让传统美味成为追忆 八大新闻综合报导 18位玩八方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哦